19号下午 微软系统突然搭档机 用户无法开机 只能看着蓝屏苦笑 有顺奔族看开与蓝屏合照 还有美酒配蓝屏 但机程旅客可就笑不出来 美国三代航空 美国联合航空 党美航空 美国航空当机立断下达全球暂时停飞令 机程旅客也只能苦等 微软知论 波及航空业银行和媒体机构影响数百万人 就在全球都快要开始恐慌之际凶手找到了 NBC has confirmed that a new update should buy cyber security firm Crowstrike has caused this outage 三公司Crowstrike出面坦诚 因为他们的防毒软体更新作业出包 牵连微软才导致这起全球大灾难 幸好微软当机事件没引发任何飞安事故 但微软之乱所带来的损失 元凶网络安全公司Crowstrike这下恐怕要陪惨了 建议新闻 姚慧文 陈思寅报道